其實這些科技的教育 不是一次性投放了很多資源 就可以持續發展 其實都是靠很多不同的人 去積累下來的努力 最近有四個香港學生 憑製作出全世界最小的人形機械人 打破了健力士世界紀錄 這個機械人只高141mm 比上個紀錄小了11.3mm 而且可以透過藍牙鏈接 用手機去控制機械人 做出指定的動作 跳舞 功夫 踢球都沒問題 我覺得這個原因是 源自我們這個比賽 跟中大的一個心理學系的教授 研發一隻自閉症學童專屬的機械 協助我們的學習 但我們也跟教授談過 他們發現很多朋友家庭 如果有自閉症學童的話 他們沒辦法可以以高價 或者是這麼大步的搬回他們的家 所以我們就希望研發一架 小的人形機械人 嘗試做到一架 可以令到普羅大眾 都可以普及到的 一些為自閉症學童的機械人 可以讓機械人走出第一步的這一關 都卡了整兩個星期左右 首先就是他們第一次接觸這些人形 或者是仿新的機械人 和平時整開的比賽機械人 是很不同 所以都做了很多不同的資料搜集 因為這個機械人 尤其是特別小 所以其實很多重心的問題 我們一開始都是解決不到 我們都是靠很多try and error 但是其實都發現 real life situation application 都始終是有些difference 是畫了不同的iteration 才做到現在這個final concept 你見到機械人上面有些黑色的 一塊塊的就是摩打 我們找了很多不同的廠家 去特地去訂做這個 這麼小的 因為市面上都難買到這個摩打 都斷過很多隻再換過 這個比較常是我們碰到的問題 還有第二個就是 我們做了一些research 通常都要大概五個關節去動 我們這裡就用了四個去走路 一開始都試了很多不同的方法 才令到他真的可以走到第一步 除了精人形機械人 他們平時都有玩開比賽的機械人 例如每年都有不同的挑戰主題的FTC First Tag Challenge 他們去年都有參加在澳洲舉辦的 Asia Pacific Open Championships 還要贏了Control Award的獎項 現在看到我控制的 就是他們今年會參加的 FTC機械人競賽的機械人 相比起迷你機械人 這部機械人真的大互了很多 而今年的比賽分了兩部分 一部分是autonomous period 需要一組設定好program 令到它可以在30秒內 自動完成一些任務 而第二部分就是driver control period 需要在兩分鐘內 和人手控制機械人去完成任務 因為我記得我們負責老師 在去澳洲的時候 曾經跟我說的很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其實這些科技的教育 STEM不是說一次性 就是投放了很多資源 就可以持續發展 其實都是靠很多不同的人 去積累下來的努力 就是可能由一開始 我們趙天發展起 只有10個以來的人 去到現在我們 今年收到超過150個學生的申請 去參加我們這一隊 我也覺得不是沒有資源給他們 例如我大巴學生 在外面贏到一些國際賽 可能就比較沒有那麼多人 去做這個宣傳 令到可能他們就沒有什麼人 認知對他們擺放了時間 和努力在裡面 因為很多人認為robot 只是一個人型的機械人 其實很多事情都不是 一定人型機械人 包括汽車 任何一件事都會有robot 在裡面 所以希望透過這些宣傳 令到更多人認知 究竟現在我們高科技 AI是怎樣來的 見到這群學生 這麼熱血去追求自己的目標 就看得出他們真心喜歡robotics 很小時候就對電子和對控制的東西 是很有興趣的 小時候都有拆電器 有試過拆水煲、燙豆 也有試過燙手 最後都激勵了去讀 和電子有關的科目 我小時候開始就很喜歡玩LEGO 之後 因為當時robotics最主攻 都是一些LEGO的比賽 見到可以一邊上學 一邊玩LEGO 然後就加入了 你說 整完這個迷你機械人 下個來的目標 就是希望可以去一個 更加大規模的機械人競賽 就是FRC 砌出來的機械人 可以做到性能和速度 都可以很快和很厲害 那就祝福他們可以成功 不過今次成功背後 都有些波子 就是會吵架了 其實主要是我和他 畫電腦的繪圖 然後再去到3D printer 然後李瑟琴 都在學校裏做 我和他設計機械人 然後就做了第一個版本 你看到 我很有人 就是這塊黑色的蛋 本來是透明的 在設計上面 沒有考慮到 美觀上面 Isaac就說 不行 太噁心了 然後就跟我說 不行再砌過 他這樣出不了 所以就叫我換了 一些性格機好看一點點 大家異見分歧 帶時間有限 就用年輕人獨有的解決方法 那時候真的未行 真的很多事情都未完成 所以就變成 真的會一放學三點半 就衝過來這裡 就漏到三點多 在學校 然後才回家 所以那段時間 和家人改的最多 就是今晚不快吃飯了 一個很深刻的經歷就是 可能大家很遲地離開學校 然後大家一起i 내� ensuite 立即即 酊胎師 12原因 是一個很熱血的一個經歷 以及因為 都投放了好多的話 所以就有更多感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